好 我想講這個歷史篇 然後又在歷史的場所 這個地方就是過去整個見證著 或者依賴著 或者依循著 阿里山山林鐵路 還有整個山林的開花 很重要的地方 一百年後的今天 我們在這裡不一樣的歷史情境 進行不一樣的討論 不過大概也具有一種回憶 但可能不是你我的回憶 但是大概我們到底在追尋什麼 這個是可以來思考的 人類到底要怎麼永續 或者這樣的保護生理 或者居肉的長處 它當然都是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話題這樣 那 透過這個片子 有我們的歷史學家 也有常年來一直作為整個林務體系的一個資深的研究的單位 叫林氏所 那我們邀請到林氏所很資深的 算極老了 沒有那麼老啦 沒有那麼老 金橫標 金前所長 那透過他 那從剛才看到的畫面裡面 那到現在的一個沉澱回憶 我想應該會有很精采 很精采的一種一種動靈 那接下來 我想問 我們就開始來聽 我們的現在的林務學者 過去的這個老員工 現在的青島 把我們的金所長來分享一下 看來我們歷史學家 不要來跟他詮釋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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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來坐著 因為老人都站著 OK 坐好 你們看這個影片 我相信 一定有很多感觸 以我這個年紀看起來 對不對 我的感觸可能會比你的有不同 這個人生 你看他帶那個小孩來 人生跟樹木是一樣 我們都一直長繩下去 有子 有孫 有生孫 一直下去 我記得我們講這個事情 我不要講什麼學禮 那些東西 所以我真的要感觸 因為我記得 我們有第一個小孩的時候 我媽媽就來看我們小孩 他會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小孩啊 第一件事情絕對不能打 不能動手打 但是也可以說理 但是你的理由 有沒有理由 你自己要先反省一下 為什麼不能打呢? 因為他不能反抗 你從手打過去 他要怎樣 接受我們 所以想起來 我們對我們的自然 對我們的大地 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要 要什麼就去拿 要懲罰它 你就去做 你試想看 我們人類實在是最爛的動物 你自己想想看 是吧 我們對待這個世界 我們對我們的自然 對我們的生命 對我們的野生動物 對我們的土地 我們是怎麼樣的態度 因為你不覺得 他不是 我們的小孩 所以你就動手就亂來 你也不覺得他是你父母 大地之母就是騙人 你對你的母親 會對大地這樣嗎? 不會的 所以我們事實上應該要受更好的教育 這個教育就是如何對待的 對待朋友 對待世界 對待自然 對野生動物 是不是 所以我當然現在很老了 我也來不及後悔了 後悔也沒有用的 但是我們這個影片中 我相信年輕人應該得到更多的知識 但是我讀生靈系 講實在話 Covid那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很對 但是到了你做事 到了你做研究 我們是錯了 我們完全是錯了 你的認為是對的 是因為教育錯了 你說的教育錯 你以為錯了是對的 我讀台大生靈系的時候 這些生靈我一看 我就知道可以賣告錢 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生靈一走過去以後 有多少樹我就可以看 有多少柴基 我一公頃多少 我馬上就在我腦筋裡面 然後一公頃賣多少錢 然後一公頃這個要開多少路 要花多少機械 要花多少工人 考試一定100分 因為你看得到是別人 不是你 你看得到不是你的親戚 你看得到不是你的朋友 你只看到一個東西 讓你發財的東西 我那時候認為我的知識很豐富 那時候我們讀書沒有生態兩個字 只有什麼 生長 但是講事實話很多人現在還是這樣 只看到土地就實說要不要爭執 有沒有 只看到土地要不要站為己有 要看到土地怎麼樣變成你自己的 事實上跟你小孩一樣 小孩絕對不是你的 你是養他而已 對不對 所以說我就想了這樣的一個 這個影片 對我個人就是 就是說你錯了 你願意接受編打 因為你對這個世界 只完全是利用 而不是愛 大體字母 講得好聽 你會對你母親在嗎 不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影片對我很有啟發 而且不管它的真實性在哪裡 因為你看到的也只有一部分 這個導演選的景也只有一部分 都是一部分 但是它背後有很長的歷史 也看到我們人類是怎麼樣的行為 怎麼樣想發財 日本人愛人生靈 因為他的物財 就是這樣 很牽擋好 那我們現在愛我們台灣生靈 你要有什麼態度 你要學習到錯誤的對他 我們才會進步 錯誤的是犯了很多錯誤 他們那時候講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那道理現在已經不成為道理 是錯誤的 例如說德國人他種樹 他們是平原 王是商 不一樣的 你學習了很多外國知識 但是你不知道你站的地方不是外國 如果你思考沒有加入本土 你就是會死敗 你就會做錯 你做錯誤的 法律上是對的 工程上是對的 這個政策上是對的 事實上你回頭看著錯人一樣 那你辦法呢 所以說教育還是非常重要 然後教育那個 教育的人喔 是更重要的 我們說的教育就是很簡單 砍伐 再重 你以為砍伐重會一樣嗎?不會一樣 你那些德國的這個原始的思考 講起來有道理 你加減成熟一定會對 但是這個世界的野生靈 不是加減成熟就算不出來了 不是那麼簡單說加減 你躺一顆 重一顆 將來就會變這樣 結果發覺不會 這樣很好聽 我砍一顆 重一顆 還不好嗎? 當然不重好一點 那以前實在是有微不足道 那以前根本不能夠替代餘兒來砍 是做不到的 所以現在台灣 現在台灣勝利不砍了 你也知道 1991年開始 進法天安寧 那不是政府願意做的 是百姓要求的 那政府是百姓管的嘛 所以他就不砍了 但事實上呢 砍了也沒有人要 因為科技進步了 人類要求進步了 你願意你加個地板 各種木頭都有拼在起來 花花啦啦啦 不要 我只要松木全部 我只要松木全部 我只要整個檜木全部 這邊也有檜木 那邊一個相似樹你也不要 所以人類真是對整齊的要求也是錯誤 我們希望的速度長得一樣 也像甘蔗一樣 這是我讀書的學習到的 我畢業的時候 大概已經四十年了 五十年了 我差不多每更少 二十一歲畢業了 現在我七十歲嘛 差不多五十年了 那時候我們是台灣最有名的學校裡面 最好的生理系 出來一些我們最大的笨蛋 因為我們沒辦法 因為我們老師教我們 我們也不懂 所以我說老師是很重要的 做老師的責任絕地不是拿幾萬塊薪水 它幾十萬塊的延伸 所以老師一定要怎麼樣 走在人家前面的前面的前面 走人家一兩步是沒有用的 但我們政府對於教授的投資 學校投資是不夠的 因為學校不是買賣之事 你知道 它是投資變成有很高利息的知識 但是我們政府也是沒有做到這一點 因為我們不要求 大家要求說 我們台灣需要環境學院 我們台灣需要生態學院 我們沒有 中國大陸都沒有幾個 好不好 我們不談 知道它名字就給我們做 日本東京大學 京都大學 有生態學系 生態學院 生態研究所 台灣沒有生態學系 有環境學系 但是是找污染 不是講生命 只講無積物的 所以我們事實上有很多路要走 所以這種影片給大部分人 不是拿來回憶 是哪來反省 不是拿來說我們會接鐵路全世界 爬坡最陡的 百分之六十的 千分之六十的 他們只做到千分之五十的 這都不值得 驕傲 真的 驕傲了之後我們終於發現 百分之零都不要 這個才是進步 因為我們已經破壞的地方是不能恢復的 還沒有破壞的 就不能再去破壞了 因為它回不了原來 如果我臉受傷了 我去整容 不會比我整容跟原來一樣 只說勉強可以 所以修復 整容 或者是富裕 都是非常勉強自我安慰 因為你看不到真正的東西 你以為說有恢復 那我覺得台灣之所以能夠跟人家搶 我們要早點醒來 早點有倫理 早點用行為表述 那台灣現在人工瓶也不卡 對不對 為什麼呢 沒有人要買 台灣的農業非常弱勢 大家都知道 政府一定要補貼 那林業 如果農業是生產的 都做不好 林業不可能做木材生產 政府補貼也補貼不完 因為你能夠補貼木材 你不能補貼野生動物 那個東西不是你補貼 它就會一個生兩個 兩個生四個人 不是那麼簡單的 不是那麼簡單的 所以我在想 大家看著你 不但要回想過去的努力 也知道我們努力很努力 但畢竟也是對的 你做錯了 還是要努力啊 他說不對啊 所以努力 愛拚不夠 而知識都畢竟 你愛拚未贏了啦 你贏了 社會省私了 你贏了 別人倒楣了 這都是不對的 所以我一直想說 像我贏這時候啦 沒辦法 也不能做什麼事 我好像上次一天到了 我這邊有八點半啦 我應該到幾點 盡量不講啊 不要 盡量講 這講三話 沒什麼好講 因為我在講的知識說 哇 生靈要怎麼經營 天然靈要怎麼管理 人工靈要怎麼樣去管理 這個不是能夠救命 能夠救活的 救活的就是要救你心裡 你心裡怎麼想的問題 所以還是要讀書啦 會壞 還是要讀書啦 因為人家 讀書是看人家失敗教育我們 因為人家成功不見得能夠利用在我們身上 但人家失敗我們可以警惕 因為像我在國外十幾年 我在外面學了很多東西 我在台灣 你沒有在台南工作十年 你不認識他 真的你不認識 因為你把所有的知識帶來 我當然可以國際發表 我也寫英文 演講 都可以啊 但是 那個東西啊 只是短暫 你真正要砸根啊 就像眾術一樣 我一直想 我這是借來的啦 所以不再借我的話 什麼 什麼 機場接人 我自己講 我本來今天我妹妹也回過 我們家全家團員嘛 回過了 我說你自己回去了 我今天到家裡喝酒啦 我就跑來 進來上飛機啦 那我還是話講回來 我講的話不重要 重要是你們自己要做主見 而且這主見 要經過試練 要經過檢驗 也不要說講得好聽 大家聽得算 不夠 你真的不夠 我們還是要腳踏實力 你到阿里山看風景區 為什麼變阿里山風景區 因為樹木卡完了之後剩下風景啦 所以變風景區啊 下次風景給你搞爛了 還剩什麼 廢墟 對不對 既然還有風景可以看啦 那你其實把自己欲望降低了 真正漂亮的地方已經不存在了 你現在看到就是漂亮剩下來的一些 其實我們覺得很漂亮是降低自己的要求 降低自己的要求 真正漂亮是原始的 是自然的 不是人為的 但人為是文化的一部分 你也不能夠排斥嘛 是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的文化 我們希望我們的文化 更能夠讓下一代來說 這個文化我要 不要說這個文化我們趕快拋棄 太爛了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認為不要講森林啦 我是想我們大家應該把一起 如果你們下次去阿里山看 我希望能夠根據這一個給你的教訓 你看得比較深入 我說我不要去那邊吃一頓買土廠 是不是 這個不是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是真正的時候 我們看到什麼 我們反省什麼 我們下一代不要再發生 然後我們能不能恢復很重要 是可以恢復一部分 但是不能夠說恢復原來 三千年 兩千年數你怎麼恢復啊 這不可能啊 但是現在的漲數目三千年以後 可能會不錯 但是我們都活不到那麼久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想到 我們有個夢就是說這棵樹現在十歲 給它三千年時間 讓它不要再去呼告它們 它們還可能有點機會 三千年很長耶 漲漲很長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也不會長 因為有三千年前 我們祖父就祖父就祖父就祖父 有三千年 也什麼長嘛 對不對 一既有輪到那一天嘛 那一天 可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更好的 而莊老師他很有學問 他這個意思很清楚 他這個貼貼地也很清楚 或許大家講 我們更能夠有學習一些知識 莊老師 起來 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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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兒